8月8号,世界著名珠宝与万表品牌蒂芙尼 在南京举行了蒂芙尼爱之旅清晰现实体验展的开幕仪式 当天赵又廷身着休闲牛仔外套 搭配精致饰品亮相为品牌出阵 进场赵又廷亲和力十足进行暖男特制 主机时尚品位不断提升的赵又廷 也特地为男生们分享了挑选饰品的心得 觉得不要嫌不要多 就是你挑到一个两个很到位的 然后很能代表你自己的一个亮点 其实就已经非常足够 今天带的是最近比较常带 然后也比较喜欢的T系列 然后因为我喜欢它比较简单的设计 比较经典的设计 但它其实又还蛮年轻有活力的吧 然后时尚百搭推荐给大家 作为时尚达人的姑父果然是见地独到呢 眼看着七夕前日节就要到了 沉醉在幸福婚姻中的幼婷 也不忘为广大的单身狗们送上甜蜜的祝福 男生这是要鼓励大伙勇敢去爱呢 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浪漫美好的一个七夕情人节 然后对于就是还没找到那个另外一半的单身的朋友们 就不要着急时机未到 但是遇到时机一定要勇敢的去爱 日前赵悟婷亲临出镇 黄渤处女座一出好戏的首映 当众抗议黄渤没有为其邀约气氛 事后黄渤回应 由于赵悟婷颜值太高会给自己压力 才没找他拍戏 对于这个说法 我们又婷可是不敢苟同呢 我觉得他应该收回这句话 因为他旁边站了就是颜值比我高很多的人 对 比如说孙洪雷大哥 比如说易星 比如说于赫卫老师 其实都是颜值很高的对 希望这部片能够 能够真的大卖的 对我觉得其实黄渤他背着蛮大的一个压力来当导演 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完成的也已经很好了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吧 然后他这一次以导演的身份重新出道 我就希望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所以未来的话想跟他合作吗 就是说演他 看他找不找我了对吧 说不定我的演技还不合他演呢对吧 嗯